這樣我們的抹茶紅豆銅鑼燒就完成囉 超簡單的 那如果你們不要加就是抹茶的話也是ok的 就是一般的那種銅鑼燒就是裡面包紅豆這樣 我們就先來做他的那個銅鑼燒的那個麵糊吧 那首先呢我們把兩顆蛋加進來 全蛋 然後加我們的糖 等一下會加蜂蜜齁 如果你沒有蜂蜜的話不用加也沒關係 那糖就再多加10克 我們要先把它攪拌均勻 這邊會變得比較稠一點喔 然後加入一點點泡打粉 這個泡打粉全年就有了 如果不加牛奶啊可以加就是碎也可以 這樣我們的麵糊就準備好囉 那我們拿出我們的瓦斯爐 然後我們選一個適合的湯匙喔 就大概是一瓢的量 然後一瓶匙 然後我們就把它加下來 那我們就要翻麵喔 翻麵之後再煎大概30秒 然後我們的這個銅鑼燒的麵糊就煎好囉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做組裝 先加紅豆進來 然後我們擠一個 這個我們的鮮奶就是摩擦卡士達醬 然後再 再沾 這樣我們的摩擦紅豆 抹擦就完成囉 超簡單的 1 2 2 3 4 2 打 1 1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